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Body部分中的文档语义的标签 那么在我们上节课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Hur的标签中的常用标签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在Body中 我们让用户能够看得见的一些 常见标签语义 那么其中Body部分中 它的语义从功能角度来讲 非常的多 比如我们先从我们的 标准文档中 那大家来看 在我们的参考手册中 有一种排列方法 是字母排列 还有一种排列方法 叫功能排序 那么功能排序中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我们基本上介绍了一下 基础标签 基础标签中 其中有这么几个标签 其实就可以认为 是我们文档的一个 文档语义标签 比如说我们的标题 我们的段落 我们的换行等等 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语义标签 然后后面我们还会设计到 一些像格式 然后我们的表单 就我们经常 比如说注册邮箱的时候 会遇到的什么提交表单的内容 然后可能还涉及到图像 然后音视频 链接 还有列表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 从功能角度来讲 它们这些内容 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在 body部分中比较常用的标签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标签 关于标题标签 那根据我们的功能手册来说 标题标签 它主要分为什么呢 H手册 就是H H作为开头 然后后面跟一个数字 那么H1到H6 也说它有H1 H2 H3 H4 H5 H6 这样几个标签 那么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标题语义 它只是告诉我 这段文字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标题语义 它具备一种标题的能力 但你说这个标题长什么样子 那么都是我们后面 在做样式的时候 才会关心的事情 但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H7 也说我们从HTML标准文档的定义中 我们只允许有什么 6级标题 6级标题 就是你认为主要内容 然后次要内容 在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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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6级 所以那么我们下面来 先看一下 H标签 我们该如何去使用 好 那么还是一样 用我们刚刚写的文档来看 好 我们下面 把H标签就放到了body里 同样的 你放到HT里 也能出现 但是我们说 咱们尽量保证什么 保证我们的整个书写 是比较什么 比较规范的 如果说我们感觉 后期的文档 可能会越来越多 就可能一屏幕下 看起来很乱 那么我们可以用 Webostorm中的 折叠功能 折叠功能 比如说HT的标签 我已经写完了 我可以不用再看HT了 我把HT的标签怎么办 隐藏起来 看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屏幕 更直观的 只关注我们正在写的代码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 我们的标题 正常来说 我们可以可能来说 我们称为叫做标题1 比如说我们叫做标题1 然后后面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标题2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下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加入 加入的方法是这样的 有两种方案来输入 第一种我是直接敲 HTable键 然后在这里头 把我们的内容怎么的 Ctrl X一下 剪切一下 然后剪切到我们的什么 这个地方 就是到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标题1 对不对 然后第二种方法 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内容双记一下 然后只是说在这个外面 包裹一个标签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快捷键 使用的方法是 那么Mark同学呢 是把这个标题刷上 然后使用一个快捷键叫 Command加 Alt加一个T键 然后呢就会弹出这样一个框 如果Windows同学呢 那就是Ctrl Alt加T键 然后呢也会看到这个框 按完框过后呢 然后你 然后手要松开过后 然后你再按一个T 好大家看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 自动的开始给我们提 给我们有一个框 那这个框呢 然后让我们去什么的 去输入这个标签 比如说H2 好 你看一挥车 是吧 也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 Web Store的一种 比较常用的一种快捷方式 这个大家一定要经常会用到 经常我们会涉及到 把很多内容都可能复制过来 然后最后呢 在每一个内容中呢 去把这个用一个标签 把它包裹住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快速的写这么几个 标题内容 然后我们看看 每个标题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每次敲呢 肯定会很慢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再告诉大家一个快捷方式 就是Windows是Ctrl加D 然后Mark同学是Command加D一键 然后把光标放在哪 它就复制哪一行 好 比如你看 我复制什么呢 CtrlD CtrlD 看没有 CtrlD 它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复制一行 对吧 那么在以后呢 开发中呢 我们会比较快速的开发 标题3 标题4 标题5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好 然后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CtrlD 光标必须要放到那个 有内容的地方 然后CtrlD 标题5 6 那么有没有标题7呢 是没有标题7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好 然后H3 然后一回车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快速的把这几个标签都写上去过后 那么因为是没有H7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WebStorm它也会有一个提示 你看它会把这个地方标记一下 它说是不知道HTML tag 就没有这个标签 没有这个标签 那没有这个标签 它会把它当成什么呢 那么我们原来也大概能够猜出来 就是如果这个标题是没有语意的 就没有语意 标题7是没有语意的 那么这个语意它不认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它当做普通文本来进行对待 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效果 好 我们把我们刚刚的这个页面 点击刷新 好 那这时候大家看 从标题1到标题6 是一个什么 默认情况下 大家感觉到了什么 样子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再提一下 我们现在只是标记一个语意 但是具体这个样子 那有个人说 你看样子也是方向改变 对不对 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数 就是我们这些样式在以后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用CSS的方式去来修饰它 那么我们在这儿 更多的只是在什么 来描述它的一个语意 那么以后我在修饰样式的时候 我可能就说 我只要是H1的样式 我都是什么什么样子 比如说所有的H1 我可能都是红色的 所有H3我可能都是蓝色的 所以这样的话 用我们的装饰 或者CSS装饰器 来帮我们去什么 去更好的去装修 装饰我们的什么 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的样式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咱们只是有个感觉就行 你就说确实不一样 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什么 标题7 你看标题7跟标题6 实际上并没有标题7更小 对不对 而是一个什么 普通的文本 那么为什么叫普通文本 我们可以马上再去写一个 在下面 在H7的后面 我们再说 我写一个 我是一个普通文本 好 大家看 这个是我什么标签都没有的 对吧 只是一个标记 放到什么 body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 普通的东西 对不对 没有做任何的修饰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你会发现 这个标题7和这个内容 怎么的 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个现象 你会发现 我的标题 标题2 标题3 实际上都是什么 是不是独自占一行的 但是标题7 跟我是一个普通文本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它这个标题7并没有换行 对不对 也就是标题7后面 它紧挨的是一个 我是文本 对不对 好 那下面 你看我再把这个部分 放到标题2的后面 我们看一下 标题本身的一个天然属性 是什么样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 你看 我是一个普通文本 并没有放到标题2的后面 而是放到了下一行 对不对 所以说 可以这么认为 标题属性 默认的正规的标题属性 应该是什么感觉 是一种什么 一行一行的感觉 对不对 而如果并不具备 标题的属性语义的话 其实浏览器默认 是不是把它当作一行 没有 它还是把它当成普通文本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先要把它搞清楚 这H标签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H标签中 这些标签 它在实际企业开发中 我们一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企业开发中 我们H标签 更多的来描述的是一种标题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主题概念的一个概念 那么主题概念中 我们对于H1要着重注意 其他的标签 一般来说根据它的层级 就是一层一层的 就是肯定H3标签 比H2的层级要稍微弱一些 那么H1标签 是作为我们这个网页 网页页面中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概要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们一个网页 最多只能有一个H1标签 但是你可以有多个H2 H3 H4标签 但一般来说 到了H2 H3就差不多了 很少再出现H5 H6了 但是H1一定要注意 它只有一个标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拿我们的 比如像百度 百度的话 其实这个页面 大家很显然看得出来 是吧 应该是没有标签 没有标题的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什么搜索框 你可以看一下 怎么看 我们一样的点右键 显示网页原代码 然后这地方原码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一行行去读 按住Ctrl加F键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搜索什么 搜索H1 然后你看 其实多少条 零条 没有的 对吧 没有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腾讯 腾讯很显然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对不对 而且看样子 这些地方有些是标题 对吧 你看很多都是标题 基本上每一个新闻都是个标题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一样的点显示网页原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按CtrlF 然后我们输入H1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 H1你会发现整个网页只有几条 就一条 对吧 而且这一条其实恰好就是什么 就是在标记我们腾讯网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很多同学说腾讯前面还有很多东西 对吧 这个我们后面学到A标签过后 我们就明白了 但是至少来说我们现在腾讯网这三个字 它的语义上来说是不是H1 就标题最主要的1号标题 对不对 那么这个1号标题的作用什么 还是在于什么 很多我们搜索引刑的时候 它对于我们网页的信息摘要 它不会说把所有内容全部拿来 它可能主要是找什么关键字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标题 因为一个网页 我们要求的最主要的内容 就在标题上出现 好 同样我们看淘宝 淘宝我们来看 也是一样 显示网页源代码 然后我们也去搜索一下 然后 那么因为Google的搜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最好是重新再输入一下 要不然它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缓存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整个H1标签怎么的 是不是也只有一条 对不对 只有一条 好 我们再看看腾讯 比如说我们看看H2标签 H2标签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总共是29条 对不对 你看比如像今日话题 我们再往下看 怎么今日图画 你看 这都属于是一种主标题 对不对 同样的 那么我们H3 好 H3 H3是有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显示0条 我们最好是重新的 再输下这个 总共27条 对吧 所以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的标题 我们的这种标题内容中 H1是最主要的 然后其次 H2 H3 根据你网页的内容层级 然后进行一个什么选择 那么我们再看看有没有H6 H6可能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少的可能性 几乎没有 对不对 H5也没有 对吧 H4 只有两条 对不对 非常非常少 但H3 其实会很多条 对不对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在企业开发中 很多时候就H1 2 3 4 到4 就已经很少了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关于 Body标签中的第一个 比较重要的内容 H1到H6 那么也是我们HTML手册中的 这一项 就Body下面这H1到H6的一个内容 那么大家下来也是一样 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啊